HELLO 大家好,今天就想講講這個Pokka MMO 裡面我用過什麼的Mob Mob就是可以讓你精靈的圖案或者是戰鬥中精靈的模式或者樣貌都會有所不同 我們先看看沒有開Mob是什麼樣子 我們看看沒有開Mob是怎樣的樣子 然後再開個Mob給大家看 不好意思,我失了收,這裡我們不討論了,不是討論種子 首先看看寵物的 寵物其實跟我之前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它現在呈現了這個模樣是黑白的圖標 或者是黑白的模組 如果有Mob的話,這個可以改變 還有這一層你都會看到沒有那麼清晰的 這裡好像看到有一點點暗啞,還有看得不太清晰的樣子 按進去都是黑白的樣貌 即是用黑白來做模組的精靈 也沒有一個跟隨的,因為你沒有更新 你看到了,它就會寫著精靈太害羞,不想從精靈求女出來 如果你沒有裝魔,那第五世代的寵物都不可以出來 那我現在就示範一下怎樣 即是加了Mob是怎樣的效果 要重開一下 好,說這麼快回來了 那你會看到一進來,已經看到一隻細胞子出來了 因為是要Mob才可以出來 即是第五世代的精靈,全部都要用模組才可以放出來 要不然它都會寫,或者一隻精靈派可以收就不敢出來 而另外有分別的就是 右手邊這些都看到清晰了 而且顏色也不會好像很暗,鮮艷了一點 這個也是Mob的影響,有所改變 那我看看進去 進去這個模組就是3D模組 比起剛才那個比較立體一點,3D一點 而且樣子比較形式,因為它是採用XY的模組 所以會看起來比起第五世代更漂亮 因為它第五世代的黑白依然是NDS的階段 但是3DS的XY已經是做到這個效果 沒錯 你看到這些重也有所不同 大銀石剛才是很暗,現在整個新動了 而且顏色鮮艷,陰影都打得不錯 不過可能有一點不同的就是 如果對戰的時候有些重可能會起格 這個就是3D模組的一個不好之處 你會看到這裡是起格的,整個是蒙了一塊 有沒有火馬 這個相對來說就比較好看 沒有這個鋸齒,沒有很嚴重的格子 因應各別不同的精靈 因應各別不同的精靈 我們再撞多一隻看看撞不撞到 火馬出來了,火馬也是比較平滑 如果沒有裝這一類這隻模組的話 它還是用第五世代的精靈 之後我就會教怎樣去下載這個模組 即是找回一個願望給大家 好,現在就過來這邊 先說一下這個是PocketMMO中的中文社區 多數中文都會在這裡討論或公告都會在這裡發佈 現在就看看其中一個模組就是3D模組 好,這個就不是 好,我們先看看下面 一開始其實我有用3D模組 但在上面這張圖 你看到很多鋸齒 非常之不美 因為看得不清楚 又影響了觀感 所以我就下載了這個 原本我都有用 現在我正在用這個剛剛大家所見的 在遊戲中所見的這張圖 但是清晰舒服 非常之舒服 清晰 所以都很推薦用的 好,按這個展開 然後下載 這裡下載 複製 這裡關掉 我們重新來 按進去之後 正常要打密碼2BG2 2BG2 然後我們按進去這個高清Mob 按進去 這裡所有全部都要下載 這裡全部都要下載 到另一個 另一個就是高清IconMob 那些網址我都會放在簡介裡 好,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一個高清的縮圖 比起之前不同的就是鮮艷一點 陰影好一點和清晰一點 這個我覺得都是比較需要的 按回Mega這個 這個file的位置 好了 就選這個HD Monster Icon 然後按1.31 然後再下載這個 下載,直接按右鍵 然後按下載,普通下載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下載我所有的Mob 但是還有一個要講的 但是這個我就不提供了 那就教大家 選這個C字頭 兩個C 或者你打Mob 打Mob自己都會搜尋到這個 這個關鍵詞 好 這裏都是大部分收納了很多Mob 或者是界面 音樂那些都可以做 不過我又自己找這些 因為我都沒有做音樂 因為之前中過筆 所以我就不做了 因為有一點問題我就沒有做了 那就隨便按一個或者選一個給大家 打GUI 好 GUI我們按這個 這個 那GUI其實是什麼呢 GUI其實是那些Pokemon裡面的界面 也是屬於速圖界面那類 你會看到這裡紅了 比較有特色的 這些都是紅了 對 很有趣的一個界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下載 這些都不詳細說 因為這些就看大家個人的喜好 因為太... 這些太過... 太過人了 另外3D那些我就覺得大家都... 有需要的 但這些就未必過我都有需要的 但你們如果有興趣都可以來到這個Pokemon的官網論壇 去自己找 那現在我們進入怎樣... 怎樣... 進入那個Mod 好 那現在先按這個搜索 對啦 按那個... 放大鏡出來 接著打這個... %APP DATA 就是App Data 好了 兩個%包圍著它 那就會開了這個界面出來 然後我們就開PokeMMO PokeMMO裡面的DATA Mod裡面 對了 將你剛才下載的所有東西放入這裡 Mod那些 Mod那些 即是什麼3D模組 一個高清的icon 跟隨 跟隨這個我沒有告訴你 跟隨那個要自己找 跟隨那個其實很簡單 然後到這個正面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3DMod的正面 好 那就放在這裡 然後開Game入Mod設置 那你就會看到選項可以按那個Mod 那也提到剛才的主題介面方面 那這裡也有 對啦 按這個Pish Dark 對啦 這個Pish Dark就是我正在用的 對啦 這個file檔 就放進去 直接你看到RES這些一堆東西 那其實就OK了 然後我們再開發MMO 好 入到MMO之後 不要急著開Game 那首先先按下Mod管理 那你就會看到這裡剪掉 那就可以用得了 還有呢 其實如果你不想打%那裡 你可以直接入Game 然後按開啟Mod資料夾 那也可以的 那就可以開了這個出來 那也是比較方便的方法 看看大家喜歡用哪一個 那這些匯入Mod 這些都是 都是慢慢 不過比較複雜的 我都不教 只是教開啟Mod 那我取Mod就是剛才提到的 上代官網 它會幫你連代官網 但是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這個就是方便一點 沒錯 那我們這次的PocketMMO 教我來到這裡先 也講解一下我用了什麼Mod 希望大家換了這些帥仔Mod 那麼 看得開心一點 玩得舒服一點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